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段解释 这个解释可以说是对我们前面解说的一个总结 我想把这段文本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修就说 继位者一国之始 正莫大于正始 注意正莫大于正始 所以我们前面说要大于统 要大于始 于是何修接着说 故春秋以原之气正天之端 所谓的天之端就是指春 因为天地开辟之端 天地开辟之后有事实 事实的第一个季节是春 所以春被视为天之端 所以说春秋以原之气正天之端 以天之端正王之正 以王之正正诸侯之继位 以诸侯之继位正境内之志 这个讲的就是元年春王正月 以及没有讲到的公继位的九个字中 他们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接着何修又说 诸侯不尚奋王之正 则不得继位 故先言正月 而后言继位 正不由王初 则不得为正 故先言王 而后言正月 王者不成天以至号令 则无法 故先言春 而后言王 天不生正其原 则不能成其化 故先言元 而后言春 这个是缓过来 把这个关系 重新逆着说一遍 就是说 这个元年春 王正月这六个字 在何修看来 就代表着儒家心目中的 整个政治合法性的 这么一个论说体系 也就是说 在儒家看来 这个政治合法性 王者之为王者 它的合法的依据 在于天命 有受天命的王者 才有这个王者之正教 有王者之正教 才有每个诸侯国 一国之内的政治 因此的话 原年春 王正月 以及没有说到的功绩位 就被传统的公养家认为 这里面包含的五个开端 叫五史 何修的注释说 五者同日并现 相须成体 乃天人之大本 万物之所计 不可不察也 因此在 公养家看来 春秋一开篇的 这第一句话 所代表的是 天人之大本 天人之大本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理解春秋 就要从天人 这样子相须成体的 光系中 去理解孔子 做春秋 这也就是所谓的五史 所以 所谓的五史 这个元 是天地之史 春 是世时之史 王 是人道之史 正月 是政教之史 公继位 是一国之史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 公养传本身的问题 公养传的问题说 公何以不言 继位 也就是说 为什么前面 不输公继位 因为从常规的 书法体力来讲 新军继位 一定是九个字 也就是说 元年春 王正月 公继位 那么这里 为什么不输继位呢 公养传的回答 和古梁传的回答 看上去很相近 古梁传说 是成功制也 那么龚养传说 是成功役也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龚养传就接着问 何成福功之役 那么龚养传回答说 功将平国而反之皇 也就是说 这个卢尹公 他想暂时的治理这个国家 然后等到他弟弟 鲁传公长大以后 再把国家 还给他的弟弟 于是段文就问 何为反之皇 为什么要还给鲁传公 段文回答说 防幼而贵 隐掌而悲 就防幼而贵 隐掌而悲 这个论述来讲的话 其实龚养传的论说 和左撞是比较接近的 而和古梁传是不一样的 和古梁传不一样 因为古梁传是认为 卢尹公在军位的继承上 是有优先性 但是左撞和龚养传都说 防幼而贵 隐掌而悲 那么也就认为 皇宫是有优先性 当时龚养传的论说 和左撞不同的是 因为左撞的这个 尹公和皇宫的关系是明确的 而龚养传说 其为尊卑也卑 国伦莫之 这个说法 其实是非常含乎的 这个龚养传居然说 尹公和皇宫之间 他们两个人的尊卑 这个是集体的尊卑差异 是集体的细微 以至于国伦都不能知道 在我看来 这个恐怕是 公养传的一个说辞 或者说一个托词 事实上 在周代的整个中法制度下 每个人的角色 都是有定分 他的这个尊卑的次序 是非常清晰的 当然 龚养传这里说 国伦莫之 所以 接着他又说 银长又贤 卢尹公年长 卢尹公又有贤民的这个名声 因此的话 在卢尹公死掉以后 卢国的大夫们 就一致 一致的拥立 卢尹公 所以撰文说 朱大夫帮尹而立之 如果按照 公养的 原则来讲的话 卢尹公的这个继位 其实是非凡的 因为既然 这个 银长公 地位要高于卢尹公 而卢尹公之力 又是来自于 大夫们的拥立 这两点 在 公养传看来 都意味着 卢尹公的得位是不正的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这个卢尹公四年 这个卫国 发生了内乱 内乱完了之后 当时 卫国的大夫们 一致拥立 公子靖 为卫国的国君 也就是卫宣公 那么就这件事 春秋记作 卫能立靖 卫能立靖这个书法 看上去好像 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这个公子靖被立为 卫国的国君 但是公养传说 这个卫能立靖这个立字 就意味着 公子靖不当立 因为诸侯的继位 常规来讲不苏立 那么公子靖之所以不当立 所谓的 这个公养传说 立者不一立 也就是说春秋用立 这个词就意味着 他所立的对象 是不应该被立的 那么为什么不应该立 公养传 也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考虑 第一 公子靖到底是不是 在顺位继承权上具有优先性 那么显然公养传是持否定态度 那么第二个原因 这个公子靖是由大夫们所立 虽然是众人所预立 但是军权的这个成立 也就是军位的计替 是不应该由大夫决定的 所以立者不一立 从某种意义上讲 公子靖的情况 和卢尹公很相似 很相似 所以 何修 在 这个注释中 他说 朱大夫立颖不齐者 在春秋前 明亡者寿命 不追至前世 这个何修的注释 也很有生意 他言下之意就说 卢尹公之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不合法的 但是这个不合法 是在春秋之前 而春秋的开始 是意味着 春秋之新王的开始 而春秋之新王 在没有成为新王 在没有成为新王之前 也就是 王者未受命之前 那么他所有的 罪过 是不应该被 追究的 也就是说 在新王受命之前 既往不咎 既往不咎 所以 所以春秋 这个 这个 不追责 卢尹公 继位的 非法性 这个就是何修所说的 朱大夫立颖不齐者 所谓的朱大夫立颖不齐 其实就是 不说 这个 朱大夫立颖 之不合法 好 这个是 插开说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引于事焉而辞立 则为之 凡之将 必得立也 且如防立 则恐 朱大夫之 不能向右军也 那么 龚阳传 这句话 其实是在 为 颖公辩父 为颖公辩父 因为 从龚阳传的角度来讲 他所塑造的 引公 是 春秋的 始寿命王 而这个春秋的 始寿命王 他同时 要把它塑造成为 就鲁国来讲 要塑造成为一个 烂国之贤军的形象 那么既然是一个 烂国之贤军 那么当他面对着 朱大夫的 拥立的时候 为什么他能够 答应下来呢 那么 龚阳传就要 从颖公的角度来 为他 辩父 所以他就 刻发了这么一段 颖公的心理描述 他说 假如说 卢颖公 推辞这个军位 假如说卢颖公 推辞这个军位 那么 不能保证 鲁皇公 必然能够 上位 因为既然 这些大夫们 能够 拥立 卢颖公 也就意味着 这些大夫们 不能真正的 忠心于 鲁皇公 他可以拥立 卢颖公 也可以拥立 其他的公子 所以 鲁皇公 不见得能够 被立 这是卢颖公 这个 接受军位的 一个 思考点 那么 第二个原因 他说 即便是 鲁皇公 这个 能够 被立 那么既然 这些大夫们 能拥立 卢颖公 我们说 显然 他是对 皇公不忠 那么 公养状说 则 孔朱大夫 不能向右军 也说 即便是这个皇公立了 那么 这个年幼的国君 朱大夫也不能真正的 诚心诚意的 来帮助他 所以 尹公 不推辞这个军位 所以下面就说 故防尹之力 为防力 所以尹公 他出于这两个原因的考虑 他不能推辞这个军位 但是他从本心上讲 在公养状看来 卢颖公 本心上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军位 所以他接受这个军位 纯粹是为了 为他的弟弟 这个 看守这个国家 所以为他弟弟守国 而守国之后 等他弟弟年长之后 是要还给他弟弟的 所以撰文说 故防尹之力 为防力 但是 问题就来了 我们说 朱大夫之所以拥立 卢颖公 是因为 颖公年长 而且颖公 又是一个 贤人 叫 颖长 又贤 那么既然 颖长 又贤 为什么不一力呢 撰文就追问这个问题 他说 颖长又贤 何以不一力 那么撰文下面 就对 当时的计替原则 对军位的计替原则 这个提出了 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他说 利敌 以长 不以贤 利子 以贵 不以长 这里区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 如果国君有敌长子 有敌子 那么所谓的敌子 就是由敌夫人所生的儿子 那么假如说 有敌夫人所生的儿子的话 那么就 利这个敌夫人所生的儿子中的 这个最年长的一个 叫利敌 一长 利敌一长 那么假如敌夫人 没有生下儿子 就像我们刚才 这个左撞里所说的 费公的原非 是孟子 但是孟子 并没有生下一个 这个男孩 也就是意味着 这个鲁黑公 是没有敌子的 那么在没有敌子的情况下 那么只有 其他的儿子都是树子 所以就 出现第二种情况 在没有敌子的情况下 他说利子 以贵 不以长 这里的利子 是指利 重树子中 这里的子 不包括敌子 那么在重树子之中的话 所利的 那么就不根据 它的年长与否 而是要看 它的地位的高低 叫利子 以贵 不以长 那么如何判断 重树子之中 谁的地位更高呢 孔阳段认为 在重子之中 地位的高低 则是根据 他的母亲的地位高低 来决定 我们说过 诸侯一娶九女 但是这个一曲九女之中 这个九个人 他是有一个地位上的排序的 有一个地位上的排序的 因此 这个 作为诸侯之素子来讲 他的地位的高低 就由他母亲的地位高低 是一代决定的 因此 公元段论接着问 房何以贵 我们前面说 迎长而卑 房幼而贵 那么房宫为什么贵 诸侯回答说 母贵 因为他母亲的地位 要来得尊贵一些 诸侯接着又问 母贵则子何以贵 其实这个问题 多少有点通欲仿佛了 我们说 这个儿子的地位的高下 是由他母亲决定的 所以很自然的 母贵就子贵 那么公元段还是 再一步的 强调了这个问题 所以就问 母贵的子何以贵 然后他的回答说 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 就是母亲的地位高 那么就决定了 儿子的地位高 这个皇宫的母亲 地位高于尹公 因此 皇宫 较尹公而言 在继位上有优先性 那么所谓的母以子贵 就是说 假如说 这个国君 没有嫡子的情况下 他由他的宿子 继承了军位 那么宿子 一旦继承了军位 他的母亲的地位 也就随之而高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国君 他的夫人是唯一的 他的夫人是唯一的 但是 假如说 作为应妾来讲 他的儿子 成为国君之后 那么他也可以 自然地升格为夫人 这个是国君夫人 唯一性的一个例外 所以从宿阳传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宿阳传其实跟左传一样 认为 鲁旁公 比鲁尹公 要高贵 因此 鲁旁公 在军位的计体上 较尹公而言 有优先性 有优先性 但是 公阳传 并没有说 尹公 他是社会 只是从尹公 个人的心理角度来讲 尹公 自认为他自己是社会 这个事实上的尹公社会 跟尹公自己 认为自己是社会 这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尹公自己 认为社会 但他事实上是继位的 也就是说 当时事实上是 朱大夫拥立了鲁尹公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公阳传所讲的事实是这个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在公阳传看来 本来春秋应该输 鲁尹公的继位 也就是说 春秋在鲁尹公元年 本来是应该输 元年春 王真月 公继位的 但是 出于要包扬鲁尹公 烂国之心志 以鲁尹公要烂国为贤 因此不输 公继位 来体现鲁尹公的 这个烂国的心意 所以说成功意 成功意 那么这里 所讲的成功意 和古梁状所讲的成功志 其实又有些许的差别 表面上看 文本其实是大同小异 但是在公阳传这里 成功意 是对尹公的包扬 而在古梁传那里 讲成功志 其实是要对鲁尹公的谴责 这个侧重点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总的来讲的话 在公阳传这里 对春秋一开篇 这一条的解读 它的重心 是在前面一段 是通过对 元年春 王真月的解读 来讲述一套 儒家政治合法性的 内在逻辑 试图认为 儒家政治之合法性 是由天命而有王政 它的大一统 是天人之大一统 这个是公阳传的要点所在 那么总的来讲的话 通过我们上面对 春秋三状的对读 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着同样的经文的文本 春秋三状的解识 春秋三状的解读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甚至对三状的史实本身的论定 也互相有出入 那么相对来讲 左状更重视的是史实 甚至左状认为 春秋的这个经文的书法本身 就是立足于史实本身 比如说左状认为 事实上卢尹公没有行继位理 所以当时的史官不记在公继位 因此的话春秋经就不输公继位 所以春秋经不输公继位 在左状看来 纯粹是当时历史真相的一个客观的描述 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意 它表明卢尹公就是社位 但是公继两状的话 则不难 公继两状更加强调的是 对经文背后的经义进行解释 也就是说它要发挥的是经义 那么公继两状也可以做一个对比 从这个公继两状的对比上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古良状的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讲 要相对平实一些 古良状所讲的道路 我们都可以从经文中 这个自然的引申出来的 虽然它有很多的 这个超越经文的论述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它就是对经文本身的一个 常规的评论 但是相较来讲的话 公养状的特色 可能显得更鲜明一些 公养状从这个元年春 王征月中 它解读出一套 儒家政治合法性的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这个解读 我们平心而论 它是从经文中看不出来 假如说我们没有 跟没有和修的解释 我们很难能够从文本中 解读出这样的一套原则出来 所以我们说 公养的经义很多 是出于文字之外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条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但是后世的读者 往往会追问说 公养的这个解经 它的合法性依据在哪里 如果按照左段或者古梁段的角度来讲的话 既然它的经义 从文本中不能自然的隐身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解法就变成是有问题的 但是从公养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公养传本身在汉代以前 就是由口尔相传来传承下来的 那么与之相应的 在公养家看来 不仅仅是公养传的文本 是由口尔相传承下来的 同时对公养传文本的理解 以及对春秋的经文的理解 同样也是由公养先师们 代代口尔相传给传承下来的 所以在公养家看来 公养传的很多威严大义 公养传的很多威严大义 它必须是通过对文字本身 进行深入的解读之后 才可能被敞发出来 而这个解读的依据 其实是来自于口唐 来自于代代公养先师的口说 而这个口说的话 它的合法性 其实是可以一直追溯到源头 可以追溯到指下 乃至于追溯到孔子本人 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公养传的解读 也就被赋予了合法性 当然 站在这个公养家之外的话 就多少会批评 这个公养的解读 是一种过度的诠释 即便是公养家自身 也认为公养传的很多解读 是所谓的非常意义可怪之论 非常意义可怪之论 这个也是我们读公养文本 所要注意的 那么今天我们对春秋三段的 这个一开一篇的解读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